初步核算,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26058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,比上年增长5.2% 分产业看,第一产业增加值89755亿元,比上年增长4.1% 第二产业增加值482589亿元,增长4.7% 第三产业增加值688238亿元,增长5.8% 康义表示,过去一年,中国经济交出一份橙色好分量足的成绩单 可以用回升向好,橙色十足,表现亮丽,输为不易四句话来概括 23年,我们5.2的经济增速不仅高于全球,3%左右的预计增速 而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也是名列前茅 我国经济,二三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力,有望超过30% 是世界增长,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引擎 2023年,中国圆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展望2024年,康义表示,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,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,社会预期偏弱,风险隐患依然较多 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 有效应对困难,解决问题,不断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所以我们预判2024年的中国经济将持续回升向好 我们今年中国经济一定能够迎难而上,顶礼前行 实现更好的值得提升,有效提升,那样的合理增长 感谢观看